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佩 最近幾年一堆遊戲都推出重製版 而即時戰略的始祖之一《世紀帝國》 在前面的一三展 除了宣布會推出四代之外 也同時告知玩家們 即將重新推出一代的高畫質決定版 而且決定版在二月就可以玩到囉 趕快一起來看看有什麼最新的公開資訊吧 許多玩家的年少回憶《世紀帝國決定版》 即將在二月二十號登上PC的Win10平台啦 這一次的版本除了畫面更加精細 可支援到4K畫面之外 遊戲內容也有許多修改之處 像是擴充了人口上限 玩家們能生產更多軍隊 也改善單位的巡錄系統 能人性的穿越障礙 同時新增了建築物倒塌的動畫 而為了讓畫面看得更遠更豐富 提供了三種視角供選擇 比賽時也更能掌控全局囉 雖然說好的四代還沒有消息 但決定版上市在即 內容包含原本的資料片《羅馬霸主》 而且1月29號就展開測試了 在等待的同時 就先玩玩《世紀帝國決定版》 練練手速暖暖身吧